我现在所在位置的话 就是在牙前街 就是陶卫古城 沿着就是往北走 然后一直走到镜头的话 就可以了这边的话 一个陶城乡府 那陶城乡府的话 也今天我们来打卡的 第一个景点 它这边的话 它好像是每年 还会有一个新春灯会 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 上过这个灯卫广场的话 就可以看到前面一个雕塑 那个雕塑的话 就是曹操的一个雕塑了 也是支店江山 那其实这个曹城乡府的话 它也是之前曹操 处理大小事情的一个地方 据那个史料记载的话 也是之前就曹操一间年间 就是迎汉先帝来到许昌 敬畏为丞相 然后携迁子一定祝侯 再次之后的话 就是那个曹丕丧汉 然后的话 曹社福利的话 之前呢 也是有一个相府 中而成为一个王府 后来又延编 延编成为一个皇宫 大家其实看到 其实曹操正前方的话 也是有那个六元武将的 包括比如说 我们经常认解的曹洪 许晃 典尾 这边是夏虎渊 许楚 还有关羽 这六位名将 那好 现在的话 我们去进 去那个 曹丛乡府里面 然后去参观 因为这个景气门票 也是需要售票的 好像是门票价格是六十块钱 但如果说你网上 去研订的话 大概是在三十五左右 看门票的话 是六十块钱一个人 如果说六十岁以上 老年人的话 可以半价 那我现在的话 已经来到那个 城乡府一个内部了 它这边安检 还是比较严格的 而且需要 就比如说 先检查你身份证 就是看你是不是来的疫区 那个登记一下 然后的话 才可以进来吧 算是 另外呢 就因为这边景气 也是需要戴口罩的 我们来这边去逛一下 其实这个 曹丛乡府镇的面积的话 也并不是很大 可能花个一两个小时的话 游览一下就OK了 进入城乡府的话 然后你会看到 第一个殿堂的话 就是它一个是银咸汤 那银咸汤 顾名司的话 就是之前曹操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招贤 那是这个地方 意思听的话 就是在曹丛乡府的话 它是属于第二种大厅的 然后它里面就是 之前是曹操和议员 就是比方说一些文件 武将它变意思的地方 就成为一个意识厅 然后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见到很多一些 在曹操那个时代的一些 很多文 就是包括十大武器 还有说 这类的一些文人 它随便的一些就是谋士 都可以里面看得到 第三个租地建制的话 就是一个富士楼了 那富士楼座的话 它主要是一起 人曹操就在这边 款待一些朋友 那另外的话 就在这边 就是举办一些 时刻活动 什么之类的 进展的话 也会将妻子来 进行一个聚会 包括就是 一个汉卫史 这个民宿风情馆 都在这里面有展现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在富士楼三桶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 积安妻子的一个人物肖像 包括这下面有一个 声明简历 包括我们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刘真 第二位的话是应阳 第三位是软鱼 第四位是徐干 第五位的话是王灿 第六位的话是陈林 那第七位 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 就是恐龙 让里的那个恐龙 他们就是 积安妻子 那在富士楼的话 一个右侧边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藏宾洞 一个入口 应该规模也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也进去看一下 应该它是一个 山洞类型的 道兴千里远 洞藏百万宾 藏宾洞 它这个藏宾洞 好像修建的 有点太现代了 全是这种 砖结构 这边的话就是为义思青 就是东特的一个走廊 那走廊这边的话 有很多一种壁画 就是讲述了一个 曹操的一生 包括曹操的话 可能说他也是 他之前曹操 他是本来是姓 本姓夏侯的 后来的话也是被那个 被那个宦官之家 然后曹操 是为羊子 然后所以改名叫曹操的 那这边很多些壁画 都是讲述曹操的一个 成长历程吧 曹操洞府的话 现在就逛完了 它其实战利面积的话 并不是很大 也就有三个大厅 包括比方说迎行堂 还有一个是议事厅 包括一个富士楼 这三个大堂 另外的话就是一个藏宾洞 就这四个景点 然后可以去看 可看性的东西还是蛮少的 因为这边的话 你就也没有一个 实际性的一个东西去 去展示 图片性的一些文字 加图片 配上就是给我们讲出 这样一个 在学长发生一段故事 或者说一些人的 一个生命履历 是这样 就是可能说 这个景点的话 其实现在目前是 三野景区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就 只值三野景区了 如果再多点的话 可能就升不上去了 像这种景区 那可能也就是一个 历史意义吧 全靠你去想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 你是对三国历史有兴趣 那可以来这边去逛一下 就是如果说 对不是很感兴趣的话 可能这个景区是 可来可不来 怎么说呢 是这种 你来到许常不来吧 后悔 来了之后 感觉到这个景区